我们从心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钉在十字架上 而他都死了这样在阴间 三天之后就复活 他今天是他复活的记忆的日子 我们一起在仰望着他 主啊借着你的复活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人类 我们的罪 我们的被死而捆锁的这一切 都被主耶稣的复活所粉碎 主啊我们就要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诗人宝座田 能够向你来请述 求你的帮助 求你的怜悯 主啊我们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要么你的复活 带给了我们永生 带给了我们 将来要被提升天 和你同作言谢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 看着这个太阳要出来 看着这一切的变化 我们知道你的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大 我们感谢 我们祷告赞美 我们旦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呢 就来 通过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显现 能够让我们重新 能够认识到主耶稣的救恩 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想问大家 你还记得这个耶稣显现有多少次了 也可能有些人知道 但是呢好像很多 好像很难记得住 那么今天上午 我就通过这个短短的时间 和大家 来个重新来看一次 我们记得第一次 记住了第一个显现 就是像玛利亚来显现的 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 那这个记载呢 有两段的 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看 第20章的第一节 他说 显日的第一个早晨 清早 就是我们现在这时候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玛利亚 来到了坟墓那里 看见了石头 从坟墓挪开了 要记住 他们 他一个人来 来到那边 是看到那个石头 是斑开的 就跑去 见西门彼得 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大家知道了 就是约翰 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他很谦卑的说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那么就是两个人 西门彼得 和这个约翰 然后呢 这个玛利亚 都对他们两个门徒说 有人把主 从坟墓那里挪走了 我们不知道放在那里 那么 这个事情你知道 他把这个好的信息 先告诉了两个门徒 那么这个还没有完 上面跟着呢 就说到 玛利亚就跑回那个坟墓里面 在外面哭 哭的时候 就那个低着头 往坟墓里面看 他的头低上来 他就哭 然后他头又转到坟墓里面看 看见什么 他就见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记住了两个天使 天使对他说 夫人 你为什么哭 他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说了这话 他就转过身来 看见了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他不清楚 我们这个记者很清楚是 他转过头就看见耶稣 但是不认得 耶稣问他说 夫人为什么哭 你找谁啊 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那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斯巴莱话 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父子 就是老师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句话 告诉他们 这就是第一次记载 玛利亚 怎么见到耶稣的 但有一点 还是我们思考的就是 他福货的时候 对他说话 而且还叫他不要摸他 并且告诉玛利亚 他将要升天 我们看看第二个省线给谁看呢 就是通过他符合之后的空坟墓 让彼得和约翰知道 我们看看还是那个 那个章 二十章 约翰福音 那里面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了 知道了 他们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先到了坟墓 这两个人 一个是约翰 一个是彼得 彼得比约翰还要大 大十几岁了 那么约翰 年轻 当然跑得很快 所以他先到了坟墓 然后低头往里看 就见四麻布 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你看他是 他是跑到坟墓 往里面看 但是他没有进去 不过他看到了 西门彼得时候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那彼得就进去了 就看见四麻布 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 果头金 没有和四麻布 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 卷着 他看到另一方面 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也进了 也进去了 就是约翰也进去了 看见就信了 他进去 他信了 为什么他看见就信呢 后面堵冲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圣证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这里面意思是说 以前他们他是不清楚的 还不知道圣经里面那个意思的 但是看见了这个情况 约翰就知道 而且他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从死里复活了 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到住处 这是第二个 显现 第三个 他是向着几个妇女来显现的 好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按十日将近七日同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特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前面第一次谈到摩特拉玛利亚 为什么这次又记在他 又和另一个玛利亚 还有别的没有具体说 就是说还有和另一个玛利亚来到坟墓 忽然地的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这里面又有另一个角度看到 主的使者怎么样 把石头滚开 而且还坐在上面 那个主的使者怎么样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这个字描写得很生动 你看他的反应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丁十日驾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请他们去看 进一步让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事实 那么这就是 当时候的情况 跟着还说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那这里面就有不同的记载 叫他们告诉门徒 他要先去加利利 要在那边和门徒相见 第八节说 妇女们就妇女们就用胡数 这里面不但是有两个了 这里面还要暗示着还有别的 就急忙离开了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每次见到的时候都说了这句话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这次让他抱 没有说你不要摸我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遇见我 这是耶稣再一次告诉他 教授他要告诉那些门徒 要去加利利的 第四次选献 是在以马 以马五师的路上面 来的那段故事 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在十三节 他说 正当那日 门徒中 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 名叫以马五师 离耶路撒冷又有二十五里 那这里面就知道这里面的交代两个 两个信徒 两个门徒 那么这两个人呢 要去 耶路撒冷附近 大概离耶路撒冷二十五里的地方 那个村 他们彼此谈论 所遇见的 就是这一切事 就是发生在 耶稣被抓 被钉 和死的情况 正谈论 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这里面看到了 他的眼睛迷糊了 本来好好的 为什么是迷糊呢 这里面有 有一个很特别的 记载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 愁勇 两人中 有一个 名叫杂留巴的 回答说 格留巴的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 这几天在那里 所出的事吗 他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耶稣 从后面追上来的 也就是从 耶路撒冷出来的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 你们的信 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 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是应当的 他就是这样受害 这整个过程 把它看成是一个荣耀的过程 是应当的 是按照神的旨意的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整个圣经中 凡关于他的 都能够拿出来讲 你看耶稣真的是很 很实心的教导 而且是把旧约里面 一切指上耶稣基督的 都说明解明清楚 将近他们 所去的那个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上前走 他们却抢留他说 时间晚了 月头已经平湿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来吧 耶稣就进去 和他要同他们住下 在到了坐实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逐谢了 剥开 递给他们 那这个动作 这个记载 很清楚 就是耶稣 每次的时候 这个动作都是这样 把那个饼剥开 竹蟹 分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都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突然耶稣不见了 明亮了 迷糊的眼睛明亮了 要么看到耶稣这个动作 是的 这个就是 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们却惊慌 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恋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莫我看看 魂没有骨 没用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所告诉你们的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今 诗篇上首记的 反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这里面把整个旧约 盖过起来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诗篇 三个部分 我们都能够清楚地解明清楚 怎么样指着耶稣基督 怎么预表 怎么预表耶稣基督 怎么指上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怎么成就 一切神的应许 我们看看第六次 那是耶稣向多玛 显现的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 迪图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第一是 耶稣来的时候 那个多玛 没有和那个门徒在一起 那是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 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 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这是个多疑的多玛 但是他也是个 一个很实在的人 很老实的人 过了八天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又提到他一来就说 愿你们平安 门是锁着 他却出现在 房子的里面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啊 我的神 他知道这是真的 这是耶稣基督用实时教训了他 而且证明了他是符合的主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到有福了 那些没有看到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也包括我们 但是我们 却印着信 印着他的实在的符合 我们相信 第七字 记载着 加利利海边的显现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 记在下面 有些门彼得 可称为 彼土马的多玛 并加利利的 加拿人 拿大涅 还有斯比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 都在一处 斯曼彼得对他们说 我去打 我打鱼去了 他们说 我们也何以同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那一夜 并没有打到什么 一夜的忙忙碌碌 没有打到鱼 天张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姐 你们有事都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你们把王 刹在船的右边 做笔得着 他们便刹下往去 竟拉 不上来了 要么余生多 耶稣叫他们 在船的右边上去 奇怪 右边上去 却别走了 左边呢 鱼刀却跑的 这是一个神器 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安排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是约翰 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 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梳起了一件万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 就在小船上 把那王鱼 拉过来 那王 满了大鱼 共 一百五十三条 鱼 虽这么多 王 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餐 早饭 门徒就 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那这里面的记载 大家都很熟悉 后面就是耶稣 怎么样 问彼得 你爱我 比这些更多吗 第八次 记载 是在加利利的山上的显现 记载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一个门徒 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 约定的山上 前面已经说过 耶稣 约定了他们 耶稣自己说了 而且也通过 这些妇女来说的 他们见了 耶稣就拜他 这是不同了 要拜他 但是然而 还有人疑惑 这个记载很清楚 还是有人见到 也不信的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凡我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聊 这次是大使命 记住 第八次 第九次 是在 伯大利附近的 橄榄山上 记载在 入加福音二十四章 五十节 耶稣 领他们 到伯大利的对面 伯大利的对面 就是橄榄山 就举手 给他们 祝福 这样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 藏在殿里 称颂神 那这就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就是 耶稣基督 和他 在橄榄山上面 给他们祝福 而且 而且他 要升天去 第十一 十次 是记载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的 里面提到 向雅各呈现 也对 保罗呈现 十五章第三节说 我当日所领受 又全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 叫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 又叫圣经所说 第三天除活了 并且显向 显给基法看 就是西门彼得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莫拉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气 而生的人一般 这里面提到了这个 雅各 也提到了 这个保罗 那么详细保罗怎么是主的呢 这个怎么显现呢 记载在这上面 就在使徒神章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侠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师的各会堂 若是抓住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哪里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 降到大马师 突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着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仅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社 上面就是 我把它集中起来 告诉大家 福和有多少次的记载 足和省线有多少次的记载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 重新来思考 重新的记得 有那么多次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 好像记载好像有点出路的地方 这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思考 这是真实的 正因为真实 不是创通来写的 每个人不同的角度 都把它看到的记录上来 我们同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布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福和的时间 我们重新来 回顾思考 你怎么向我们显现 怎么改变了这些门徒 使他们从一个疑惑 害怕恐惧 忧防的 变成一个勇敢的 敢于出去 传福音 甚至损到的 跟着你的门徒 我们感谢你 求你的圣灵的大能 也改变了我们 看到主耶稣复活 让我们大有能力 也出去 把福音传开 我们感谢 我们祷告 奉主基督耶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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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